一向清静的蓝氏祠堂里 今日格外闹腾 清衡君脸色不渝地坐在上手 蓝启仁正愤怒地让人请借边过来 下面赶来的长老正在劝说 而蓝西辰跪在祠堂中间一动不动 就像要被罚的不是自己一样 清衡君最后问了一次 西辰 你可认错悔改 蓝西辰看着父亲 眼中满是失望 语气坚定 西辰无措 不悔 蓝启仁被气得很了 指着他对旁边的长老们道 你们听听 像话吗 今天谁劝也没用 老夫亲自动手 打死这个五逆子 说完挽起袖子 高高举起戒鞭 重重地对着蓝西辰挺直的脊背落下 就在这时 门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开 将蓝启仁吹得后退两步 一个霸道的声音响起 我看谁敢 蓝西辰身体一僵 缓缓地看向门口的人影 来人只着了一身雪白礼衣 打着赤脚 一头雪白长发无风自舞 脸上冷得可怕 一又黑色的眼满是怒火 正是听到有人要打他家小朋友 顺移而来的君子诺 随着他的脚步 祠堂里蓝氏仙祖的排位抖了起来 像是恼怒 有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又像是在抵抗他的进入 君子诺用一团灵气 护住跪着的人 修为外访 刹那间排位归于平静 蓝氏众人只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蓝西辰只觉眼睛发酸 话还未说 眼泪先掉了下来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君 君子诺冰冷的视线落在蓝起人身上 冷哼一声 借边请刻画为积粉 若不是蓝起人扔得快 他的那条手臂 怕是也保不住了 他的目光落到泪流满面的蓝西辰 眼中的怒火退了干净 面上也柔和几分 对着他招招手 过来 蓝西辰亮呛了一下才起来 他快步跑到君子诺身前 想碰又不敢 你 君子诺眼里含笑 一把把人拉进怀里 轻声道 我没事了 回来了 日后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最后一句话 他是看着清衡君说的 蓝西辰紧紧紧抱住君子诺 头底在他肩上连连点头 哽咽着说道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君子诺把人揽在怀里 后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安抚 明晃晃地告诉祠堂里的人 这个人 我护着的 两个人旁若无人的样子 把清衡君和蓝起人 气得鹅角青筋直跳 清衡君勉强压下心中的火气 不满道 君道友 这是我们的家事 还请君道友不要插手 家事 君子诺依挑眉 低头看到蓝西辰眼中的无措 问道 不知是什么样的家事 能做出对少宗主施以戒鞭的处罚 要知道戒鞭留疤 那是一辈子的耻辱 蓝起人忍不住指责道 还不都是因为你 若不是你 引诱西辰 他如何会固执的飞药 跟你在一起 他是蓝氏少宗主 日后的蓝氏宗主 有了污点如何浮重 许多话他不能明说 但君子诺却明白了其中意思 他有些意外地看怀里的人 看来他的小鹏被吓坏了 在他昏迷期间干了件大事 他还以为要再等等呢 蓝西辰不想让君子诺受无端指责 就要从怀里出来 明明已经告诉叔父是他主动的 君子诺勾唇一笑 把人扣回怀里 轻轻拍了拍微凉的手 示意他来解决 他轻笑一声 嘲讽地看向蓝起人 道 蓝少宗主可犯家规 可杀人放火 可惹了天怒人怨 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 只是没如了蓝道友的意 就要动戒鞭吗 怎么蓝道友就代表了蓝氏家规吗 他又重重地哼了一声 目光对上清衡君的 道 还污点不能服众 那一个身负戒鞭痕的宗主 就能服众吗 是不服众 还是不能服你们 这 清衡君和蓝起人猛地回过神 对啊 身背戒鞭的人 哪能当宗主 蓝起人不死心 瞪着君子诺道 那他也不能 和你在一起 就算不乏戒鞭 戒驰也免不了 为何免不了 君子诺还未出言反驳 就被携手赶来的蓝忘机打断 他走到君子诺身前 将兄长护在身后 一脸严肃地问道 我兄长所犯和错 要劳动父亲和叔父 请来所有长老 逼兄长认罪 蓝西成看着挡在他身前的蓝忘机 才发觉 弟弟在不知不觉间长大了 已经可以护着他了 君子诺也不再说什么 都交给了蓝忘机 始终是蓝室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他也看看蓝忘机成长得如何 魏无羡紧随其后 将带来鞋子放在地上 蓝西沉湿了一个清洁皱 在君子诺脚上清理了灰尘 君子诺穿好鞋袜 魏无羡又取出衣服一件一件地 帮君子诺换上 蓝西沉几次想帮忙 都被君子诺用眼神制止 他微微摇头 现在还不是时候 蓝西沉只能作罢 收起心思 跨步走到蓝忘机身边 兄弟俩并肩而立 蓝是双臂没有弱者 看到和他对立的兄弟俩 蓝启仁显然没想到 他对着蓝忘机恨声道 忘机你知道你兄长做了什么 就护着他 蓝忘机道 知道 才知道不久 他指示蓝启仁的眼睛道 那兄长所做之事 可犯了家规哪一条 没有 可是 蓝启仁没想到 蓝忘机会问他这个问题 刚要言明其中厉害 就被蓝忘机难得失礼地打断了 没有可是 既然没犯任何家规 为何宗主长老会审 请戒边 蓝忘机目光咄咄逼人 强硬道 叔父 您与举了 我才是蓝氏掌罚 蓝氏门下所有赏罚都该由我经手 而不是叔父或者谁的一句话 他目光在祠堂内所有人身上扫视一遍 高声道 我以蓝氏掌罚之名 宣告蓝氏少宗主蓝焕蓝西臣无措 忘机你 蓝启人不敢置信地望着蓝忘机 不敢相信他的侄子竟然反驳他 蓝忘机继续道 叔父若是对忘机这个掌罚处置不满 可以撤掉忘机的掌罚之位 但只要忘机还是掌罚 赏罚之事就该由忘机决断 旁人不得插手 清衡君也站了起来 认真打量起这个儿子 什么时候忘机已经成长这般了 蓝忘机没管气地说不出话的蓝启人和站起来的清衡君 看着蓝氏长老们 道 诸位长老对忘机的处理结果可有意见 若没有 便都回去吧 我们和父亲叔父还有一点家事要解决 魏无羡上前一步和蓝溪陈一左一右站在蓝忘机身旁 蓝溪陈首扶朔月 魏无羡妈撒着陈寝 后面还有一个穿好衣物的君子诺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 哪个敢有意见 蓝氏长老们都识趣地向清衡君告辞离开 偌大的祠堂里只剩下蓝氏大小双臂和君子诺师徒 双方对峙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祠堂里安静地可怕 还是蓝启人先沉不住气 力声道 忘机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蓝忘机眉眼灵力 声音里罕见地带着怒意道 忘机自然清楚 是叔父和父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 清衡君和蓝启人一时错愕 他们从未见过蓝忘机如此情绪外露的时刻 不禁那那地唤了一声 忘机你 蓝忘机继续道 父亲和叔父口口声声说是家事 家事难道不是应该私下里解决的吗 可您二位却把所有的长老都叫了来 还是打戒鞭 嚷得全云深不知处都知道了 你们是对兄长这个少宗主有什么不满 想废掉他吗 当然不是 西尘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能力 都是最适人选 于是 清衡君连忙解释道 我和你叔父亲并没有这个意思 蓝忘机道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把往兄长身上泼污水 蓝氏从起家到现在 没有一条家归是禁止与男子相恋 你们究竟对兄长哪里不满 真的是不满他与男子相恋 还是不满他脱离你们的掌控 还是说想像以前一样 兄长这个少宗主做个傀儡就好 不是 蓝起人急道 他面带怒涩解释道 我们也是为了他和蓝氏好 男子相恋本就有为伦常 更何况世人要怎么看待他们 蓝忘机失望地摇摇头 伤感道 什么时候起蓝氏和其他世家一样了 叔父 蓝氏还是当初的蓝氏吗 父亲尚可为母亲搏一回 为何兄长就不可以 提到蓝夫人 青横君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看向蓝西辰语重心长的道 就是挣扎过才知道其中的不容易 我不想让西辰像我一样 蓝西辰目光坚定 父亲我不是你 我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地步 想要的东西我会牢牢抓住 谁也不能让我放手 青横君望着长得比自己高的大儿子 和坚定站在他旁边的小儿子 突然觉得自己老了 力不从心了 两只小鹰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飞出巢穴 遨游天际了 罢了罢了 就让两个孩子走自己的路吧 青横君长叹口气 道 西辰 你大了 之后的路你和旺姬相互扶持着走吧 为父老了 老了 说完又把目光放在君子诺身上 警告道 我虽不及君道有实力雄厚 但你若敢赴了西辰 我就算拼死 也不会放过你 君子诺回望青横君 一两人的视线在空中较量 许久他放肆一笑 道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蓝起人瞪大眼睛 惊愕地看着兄长 兄长 你 你怎么就答应了 但看到蓝西辰站在一起的四个人 心中已知无力改变 只能愤愤道 罢了 随你们吧 我不管了 蓝西辰和蓝忘机欣喜地对视一眼 跪倒在地叩拜 谢父亲成全 青横君像老了十几岁 怅然道 你们都要好好的 蓝西辰和蓝忘机见青横君并边的几丝白色 心中愧疚 又叩首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起来时 地面上有几滴水痕 父亲 对不起 地面上有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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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上有几岁